台61线西滨公路是台湾最长的快速公路 纵贯台湾西海岸串联西岸交通经济脉络 也承载国人幸福出游记忆 中部路段连接苗栗至彰化地区 结合工程建设与在地文化打造特色地标 在白沙屯至南通湾路段 为因应地形高低落差 采用Y形桥墩增加跨越长度 与绿色地景充分融合 成为通宵地区著名地标 新浦联络道连接通宵镇新浦里和内岛里 因为地势较高 可俯视海景及黄昏细照 成为口耳相传的落日大道 坊里大安几贝桥位在台六十一线 与伊斯林县道交接处 结合院里传统令草编织工艺 新建三角令草造型景观桥 唤起乡土情怀 大安大甲几贝桥呼应当地信仰中心大甲镇兰宫 仿照妈祖作教教身设计 车过桥塔有如传统灵教脚仪式 祈愿妈祖必应长保平安 坐落于彰化县方愿乡横跨后港溪的王宫桥 以桥塔为鸟体 刚锁为羽翼 呈现水鸟昂首飞行的姿态 为王宫与港增添新色彩 除了沿线特色地标 台湾重要的庙宇文化也不容错过 例如自青铜至年间完工 至今仍香火鼎盛的白沙屯拱天宫 每年吸引十万多人徒步绕境静香的大甲镇兰宫 还有四百多年历史 被评定为国家三级古迹的鹿港天后宫 都是当地的信仰重镇 顺着公路南下 沿途更不乏知名观光景点 像是海天和风力发电机连成一线的苗栗好望角 结合生产、休闲、观光、多元发展的无期鱼港 秋冬吸引候鸟过境 被列为国家级湿地的高美湿地 结合农村景观与赏鸟形成的汉堡湿地 全台湾最年轻最高的方圆灯塔 盛产柯仔、鲁鱼、文革等海产的王宫渔港 台61线串联起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人人都可以踏上旅途 徜徉在独特的西海岸风情中 掌心相冻 何的名声 律在独特的西海岸风情中 未经许可,关注广な沙面 今晚 男的房子 他们都没 для人 大部